在阿尔共国家实验室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大楼二楼一个硕大的房间内,放着未来的超级计算机。 阿尔共国家实验室主任埃里克·艾萨克斯说,Mirror可以做到几乎很少电脑可以做到的事情。 像这样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。 我这里所说的复杂问题是指那些涉及很多移动部件的问题,光伏电池,比如电网,你可以想象电网,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。 Mirror开始建造组装的时候,预计将是这个世界上第三块的计算机,时速大约是十千万亿次。 它每秒运算十千万亿次,非常快。 但是并没有快到遥遥领先。 当美国参议员迪克·德宾抵达阿尔共参加最新超级计算机正式投入的剪彩仪式时, 在全球计算机的速度排名中,Mirror已经跌至第五位。 最快的计算机在中国。 这台叫做天和二号的电脑在中国广州,它的速度是Mirror的三倍。 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。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在在速度上一直领先,而且拥有很多世界上最快的机器。 这一威胁困扰着德宾。他希望美国在超级计算机的竞争中保持主导权。 世界上有一种竞争,不只是为了工作,而是为了适用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。 在超级计算机的领域中,有很多这样的斗争。 德宾表示,美国国会也有很多这种斗争。 在削减赤字和紧缩预算的政治情况下,超级计算机的资金问题停滞不前。 他们知道费用是多少,但是他们不知道其价值是什么。我们必须告诉国会议员,超级计算机的竞争是美国竞争力的关键所在,也是很多利于世界的突破口所在。 尽管Mira并不是最快的,但是它确实是非常节能的。用冰水代替电扇,冷却机器内处理器周围的空气,也减少了很多噪音。